Google 由一个网络搜寻器 演变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日常用语和行为 Google 这个新词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意思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 Brian 今次皮毛小知识会和大家分享一下Google 一词的出处和意思 有东西不懂Google 找地方Google 找餐厅Google 找汇率Google 找国际时间Google 总之现在事无大小都已经非常习惯凡是Google 将Google 这个字当为动词用 在全世界都已经有超过20年历史 我想大家都会知道Google 下的意思就是指 透过Google 搜寻器在网络搜寻相关的资料 Google 这个词甚至已经成为了 全世界不同语言使用者的共同日常用语 事实上这个词原本并不是一个真实的词 但是因为使用的流行程度 早在2006年就已经被正式纳入牛津英语词典 所以作为动词的过去式Google 和现在进行式Google 都已经成为了一个正式的用法 那Google 这个字最初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呢? 它原来又有什么意思呢? 1996 年正在美国斯丹福大学收读博士的Larry Page 和 Sergey Brin 展开了一个关于网络搜寻的研究项目 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Google搜寻器的原点 转场于数学和电脑科学的两位 当时创造了一套全新的演算法 Page Rank 作为搜寻器的基础 表现远远优胜于同时其他木绿式的搜寻器 因为透过计算Back links 来得出搜寻结果 所以搜寻器最初就取名为Black Rope 到1997 年他们似乎发现这个名字不太好 在重新改名的时候 他们就希望新名能够反映出搜寻器背后所处理到 以天文数字计的大数据 在Brainstorming 的时候 另一位史丹福大学的毕业生 Sean Anderson 就建议使用Googleplex Googleplex 是一个数学专有名词 指一个特定的大数 数字上可以写成十Google或者画面里面 右上角的Google就是代表一之后有100个零 当时创办人 Larry 就反建议用右上角这个短版本的Google 于是Sean 就立即上网搜寻 Google.com 这个域名是不是还可以用 但Sean 一时串错字 而搜寻了Google.com 而 Larry 有多喜欢这个名字 于是在没多久之后 Google.com 这个现在无人不知的网址 在1997 年 9 月 15 日被正式注册 用在影响后世的Google 搜寻器 并在1998 年正式启用 所以大家经常说的Google 下的Google 其实是源自数学名词 GOOGOL Google 今天几乎全人类都在用的这个动词 GOOGLE Google 其实是源自于寸错字 Google 这家公司本来就是透过演算法起家 名字背后吻含了大数据的意思 一直以来他们的方针似乎一直都没有变 到现在人类的生活都已经几乎逃不过 Google 或Alphabet 旗下各种各样的演算法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Google这个词有什么看法 或者资料上有什么补充都请在下面留言和大家分享 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下Google的法迹史 或者演算法大数据相关的故事 希望你喜欢这条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条影片都OK 就请你按一下like share出去 订阅这个频道 同时按一下小钟 或者加入做会员 多谢你的收看 下次再为你带来另外的皮毛小知识 拜拜